未來一週運事選好了嗎 答案準備揭曉 二號是聖杯二 聖杯二代表就是你接下來這一週啊 你的人際運其實不錯 你在溝通啊 跟人討論一些事情啊 都非常的流暢喔 然後甚至很有機會 結交到不錯的朋友 那三號呢是保健期喔 保健期啊 其實代表著就是 你接下來要進行的一些事情啊 可能會跟身邊人的一些觀點 不太一樣喔 所以你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別人可能有一點不太理解 不過沒有關係 因為這張牌代表著你心裡面 其實很清晰 要怎麼前進了 那四號呢是權杖國王 那權杖國王啊 再來告訴你 接下來這一週 你確實前面做了很多努力 那現在有一些成果 都一直不斷地在回收了 那張牌也代表著你的野心勃勃 想要一直不斷地往上爬 不過有時候你要給自己設定 比較清晰的目標 那才不會迷失方向喔 另外星座運勢上老師也提醒 金牛座正處於轉換期 如果願意改變的話 將有機會讓自己有跳躍式的成長 三天新聞 綜合報導 好嗎 感谢观看